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乌鸦 又到了周六的网王动画吐槽时间 这一集的内容非常的稳 全程除了最后的评论院和亚主金的对话那边 稍微有一点点崩 画风全程还都是很稳的 基本上是开播以来最优秀的一集了 如果后面都按这个水平来做的话 那可就是太棒了 上一集中小金的大招全靠后 这一集亚主金居然翻滚了 而且阿玛迪斯对亚主金 无共识的残影识别的时候 那些心理描述 以及残影一个一个消失的过程 都没有省略 好久没有见到一场比赛能讲一集的情况 这一集中对于漫画的内容 也还是做了一点点的改动 例如当回忆评论院和阿玛迪斯那一战的时候 两人的对决背景 好像是在一场正规比赛的时候 所以 等于是把评论院喜欢打野球的设定给去掉了 而且那个时候晴空万里 后面评论院该怎么被雷劈呢 难道是晴空霹雳吗 动画组好像刻意地删掉了一些漫画中 对于评论院的夸张描写 就好像原本杜克回忆中 评论院被倒下的房子压着也没有死 动画组直接把回忆给删掉了 我感觉其实不删会好一点 可能会有人说 这么离谱的设定删除不是更好吗 我要说的是 往往是个二次元的 离谱才是合理的 评论院没有前面对于他面团中生这个特质的刻画 那么他个人的人物形象 其实就没有办法中那么饱满 当然也不排除动画组完全没有打算做下一集 另外一个感动的演示 压久经 愤怒的反击 这球原本的设定中呢 应该还是要日本队的几个大佬去替观众挡一下的 但是这里 没有 并且观众还非常稳地坐在那边 你们可真是给我冷静了 总之 这一切的整体感官呢 还是非常赞的 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是真心希望后面剩下的几集也可以再接再厉 按照之前得到的消息来看 U17世界赛会出到法国 压久经打完比赛后 后面的一个对手就是法国 距离法国前会有一些日常 例如龙马的回归和小金一起秒了阿拉梅龙马 以及高中生偷餐和名单这些事情 我感觉这个可能会合并到一集去写 月前这战法王 怎么知道也得按这一场的配置来吧 又是一集 所以呢 后面的白石心之圣经那一场 还有毛利和柳的那一场 以及真田暴森严峰那一场 三场分两集 至少也不会出现之前打希腊的时候那种情况 所以我在后面的制作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啊 真的有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向您给我点个赞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今 俺が倒したい相手 俺の本当にいるべき場所 それって 次回 仲間への思い 俺がいるべき場所 そんなの決まってんじゃ